由基隆市议会主办、市政府文化局协办、基隆市C23行动联盟承办的港部再生与历史保存研讨会 这两天在市议会多媒体会议室举办 邀请包括基隆港务分公司、C23行动联盟的文史工作者 市政府文化局、文化部、市议员以及著名的历史系和建筑系教授等 惨观、学界三方面共同利用这个研讨会 寻找出如何保存基隆港C23号码头仓库方式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都市都是需要有历史 但一个都市也是需要发展 通常在历史的保存以及都市的发展 常常会面临到相关的理论冲突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零和赛局 我们基隆市议会非常乐意提供一个理性沟通的平台 让产、官、学三方面 透过我们基隆市议会这个理性沟通平台 大家达成最大公约数 让基隆是一个有历史文化底涵的好都市 也让基隆市因为靠港的发展 也希望我们港部能够再生 再造我们基隆的风华 我想是这一次研讨会最重要的目的 议长强调最近台湾社会遇到争议问题已经变成 很容易讨厌别人 也很容易只喜欢自己的吊诡情形 因此希望借由研讨会理性的讨论 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台湾现在的社会 已经掉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迷思 很容易讨厌别人 但也很容易只喜欢自己 我想这是一个相互矛盾 而且会制造冲突的论调 我们常常很容易就否定别人 但也很容易坚持己见 这样子的话台湾永无宁日的谩骂 永无宁日的冲突 我相信最后是造成国家停滞的发展 倒霉的还是我们善良广大的群众朋友 我想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我们希望大家学习相互尊重对方 我先让一分相信别人 他也会尊重对方 这样子的话大家理性的对话 台湾才能够永续的发展 会议上也准备了 基隆港C23号码头仓库 以及都更后的模型 让大家更了解C23号码头仓库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 原本文化部长荣应台要亲自参加这场研讨会 因故无法出席 改由基隆著名的画家王杰 作为这场会议的引言人 希望让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畅所欲言充分沟通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